我想問一下千娜 妳前陣子拍了通靈少女 現在又進入到逃婚100次 我想問一下 就是在這兩個角色中間 妳覺得差別很大嗎 那如果妳今天投入了 像之前通靈少女的角色之後 妳會不會很難抽離 妳有做什麼樣的調整 讓自己可以進入到 另外一個角色 我覺得抽離這件事情是 演員的一門功課 就是妳每拍一部戲 就要學習一次 我第一次拍電影的時候 我抽離了大概三個月吧 才脫離那個角色 每天就是沈浸在那角色裡 一直哭 就是想著對方這樣 一直到現在可以學到 就是妳可以很快的進入 跟很快的抽離 對 因為妳這兩部戲 演的時候是有嘎到時間嗎 沒有 還好 但是有聽說妳為了逃婚100次 妳是戴牙套是不是 是真的未戲 就拆了6次 就是她本來就有戴牙套 為了矯正牙齒 但是為了這個戲拆牙套 那拆牙套是會這樣拆嗎 對 不然也是可以 就是一顆就這樣 卡拉也是可以 不是空空女 妳只要幾個撞聲詞 妳們都聽完很久妳知道嗎 因為我們對於這個語言很熟悉 因為北村導演他是日本人 然後他要解釋一件事情 跟故事的時候 他沒有辦法很正統的講 明白讓我們理解的話語 所以他只能用那種撞聲詞 譬如說走 譬如說這邊 然後妳就走 他會說這邊 然後妳就 他會用音效來代替言語 然後這個地方就打他 打他的地方就變成說 然後妳這邊妳就啪 就類似這樣 然後咻 你們這就花了多長時間 妳這邊走過來 然後就 像類似這樣 其實進入滿快的 真的嗎 因為這樣比較好抖 要不然他要解釋好久 我怎麼覺得他用這樣 我反而會需要他解釋一下 就在那邊爬 比如說他說妳在這邊 然後他要採柴 他叫我叫徐拉柴 採柴 採柴 你就從這邊走過來 然後妳就丟 我說丟是什麼 他說丟骰子的意思 丟骰子就是丟 丟骰子 這樣子 類似這樣 也太可愛了吧 但是我覺得北村導演很妙 他是不是給你們很多 很多你們不想要做的事情 給你們一些指令 很多挑戰 譬如說像千達為了攜帶雅濤 但是因為你們其實 因為講婚禮 你們其實會有一些親密戲 我有看到一個花絮 是導演希望 你去舔千娜的牙套 這件事情 自己舔自己牙套 那個舌頭都會受傷 我們還沒有開拍讀本開始 他就一直很堅持 就是希望可以看到這一幕 就是徐達才 舔鍾愛情的牙套這樣 一直到最後一刻殺青 他都還不放棄 他就是好奇 他想要知道他是什麼樣的口感 或是感覺是什麼這樣 你是說導演想知道還是 導演想知道 那他自己可以來舔嗎 因為他自己沒有辦法 他有 他有舔 他就一直說 他想要做 千娜 你讓我舔一下好不好 變態 是不是 變態 然後他還跟豆哥 就是納豆說 拜託你 納豆你去說服他 讓我舔一下 讓我舔一下牙套 然後當然是開玩笑的 可是他不是開玩笑的 是叫我在戲裡面 完成他的夢想 對 所以說他覺得舔牙套 男女朋友之間 如果你有戴牙套 舔牙套這件事情是很親密的 他覺得很浪漫 對 而且他還以為說 這個浪漫 我覺得他一點都不浪漫 這是衛生的問題 對啊 而且會受傷 會刮到 他說應該很多人想舔牙套吧 他說大概有八成男生都想舔 他有足夠試調嗎 他亂講 他亂講 他就是自己好奇 他就是想說服你 才會這樣講 最後有舔嗎 我們從第一天到最後一天 都一直ㄍㄧㄥㄧㄥ 就是不做這件事情 然後他就越來越過分 就比如說 這部分 比如我們有接吻的戲 接吻完以後 好 都已經不錯了 這時候看著那個監視說 差不多 差一點點 然後導演就說 我就問導演說 那差哪裡 要幹嘛 要怎麼樣 他說 彩彩你最後就 清完以後 就舔他牙套 他很想默默的就這樣 慢慢把妝就把它塞在某一個裡面 塞進去這樣 然後我們兩個就互看 然後就 好美 甜 每天都無言 然後這時候 我不管... 譬如說攝影師說OK 兩個攝影師都說OK 大家都覺得OK 燈光也OK 收音也OK 然後導演過... 不管... 過... 然後他就會被我們這樣子 硬逼過 然後就這樣一直... 過去... 你剛剛這樣子 幾乎是裸體入床嗎 對啊 我只有穿內褲而已 內褲是那種膚色的 然後還要拉得很高這樣 因為要打馬賽克 對 我有穿膚色的內褲 你可以直接穿肉胎 我的想像全身肉胎 肉胎 感覺很可怕 因為這樣子 這樣子很可怕 好可怕 好可怕 這樣子拿到這樣子沒有胸部 因為這樣子比較有安全感 你會覺得其實我沒有裸體 但人家看進去感覺就是 以為有裸體 那很蠢好不好 太服貼 超蠢的 但是因為戲裡面還有一些 就是覺得有一點 跟平常的那個形象不太一樣 譬如說你被捆綁住 這個是一個什麼樣的劇情 他們是真的綁嗎 就是我的幻想 就綁得很緊那種 綁得很緊 對 然後龜甲你知道嗎 就是那種 整個很像烏龜的殼這樣 綁住這樣子 然後我也是只穿一條 黑色的四角褲 對 很來更誇張 應該是白色 然後三角的那一種 但是有點真的太誇張 真的誇張 對...所以就穿黑色的這樣 然後是我的幻想 對 被捆綁的時候是有那種 會恐懼的感覺嗎 你的眼睛裡面散發出一種 渴望 不是... 我會很好奇 就是被綁著你 就是那個時候 你的心裡面是有什麼感覺 可是跟我講這件事情的時候 很想吃 你被看穿了 因為他剛剛就講了 就是內褲的顏色 然後因為黑色 當然會比較不明顯 可是白色你知道 那個形狀跟那個 都會... 你少在那邊 所以我覺得這部戲的 這個製妝分應該蠻少的吧 我覺得布料很少 沒有 很省製妝分 他的衣服都很多 他都穿很多 然後很多層次 然後我們在不同的職業的時候 也有換好多衣服 其實我們這部戲的製妝分 應該還蠻高的 而且你們會戴很多 不同的假髮對不對 造型 對 然後我就戴兩頂 然後納豆也有戴 而且你們不是有跑步的戲嗎 我有看到你假髮整個都飛掉 飛掉假髮的機率高嗎 不高 我就覺得奇怪 那天怎麼會掉啊 而且是 因為我在跑跟他玩 要追他 可是假髮掉我其實不知道 你不覺得很涼嗎 我不知道 我突然就是在情緒裡 頭突然變得輕有沒有 是我就自己說 天啊 假髮掉 天啊 太尷尬了嗎 我也不知道 又爬在前面 好丟臉喔 然後把他劍出來 天啊 戲裡還有一些 打巴掌的戲對不對 打巴掌的 是納豆 真的這樣 我跟豆哥有一場戲就是 他要打我巴掌 然後他就問我說 怎麼樣... 這裡我們借位還是怎麼樣 我說沒有... 好笑就是一定要真的打 搞笑就是一定是真打 像那種周星馳的戲 你知道每一個都是真的打 我們就覺得很好笑 就是人性的一些那種奇怪 你打得越痛 然後越沒有表情越好笑 對 越好笑 你在路上看到有人 表演跌倒你會不會笑 會 就這樣 差一點滑倒 扭一下那種 中美是比較好笑 你們這樣 對 喂 假裝接電話 超好笑的對不對 就是奇怪這種 大家都會覺得這樣很好笑 如果老師寫黑板 然後不小心閉嘴 你會不會好笑 講話 會 那個同學 對 就是生活的一些小事情 要不要媽媽罵人 但是不小心講話閉嘴 有點很好笑 有點講歪了 對 首先是就是要他打我 我就說他打真的 結果他那一把掌下下來 我跟你講我真的嚇到了 好震盪喔 超打力耶 他那個這樣 我整個人覺得我自己 真的好像耳鳴 然後大概兩分鐘聽不到 那種感覺 就是真的好大聲 之前也有演過 我是被廖峻 廖拔 也是直接打巴掌 而且他沒有跟我 賴那段戲 對 因為我那時候還是親人 可是廖峻大哥 他打巴掌很厲害 我也被他打過 專門打巴掌 陣頭對不對 我在陣頭裡面 他還跟我說你不用怕 我打下去 又響又不痛 又響又不痛 你還會爽爽的 真的嗎 對 爽爽的到還好 我是被嚇到 因為他沒有跟我 他沒有告訴你 沒有跟我賴 但是他一打完 我眼淚就掉下來 可是我覺得 真的如果打巴掌的戲 一定要真打 因為彼此都會有情緒 對 要不然就是假的 而且清晰的 你反而很難演那個力道 對 你真的下去 那你應該問納豆 打完之後確定一下 他到底是出拳還是巴掌 那是有點用力 你知道因為他手短短的 所以說他根本就是出拳的感覺 就是他手張開跟沒張開 是一樣的 我覺得是受力面積很小 小叮噹 很集中 就在一個點 伸出元首 那只有他巴掌打了幾次 還是一次就OK 沒有 大概三四次吧 因為鏡頭不同 因為第一掌下去 一拍 太棒了 太棒了 大家笑翻 但是每一個鏡頭 都要比照那一個速度 跟那個力道那個速度 要一樣 那真的都聾了吧 還是你應該要左右分配一下 這邊打打 這邊打 真的很痛 但你們看了以後 你們會覺得 好好笑 這個巴掌這樣那麼大力 是值得的 很好笑 我覺得很有趣 我也對 但這位孝明 有個派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